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一把剑惠的一个对决 观战番的话 鸟霸天下的一个关速的一个三宫 观战番是拿到了一个12 就差不多是一个1234 好吧 这边有一把鸟阵 对面的话画碗 对面是画碗的三宫 三宫呢 现在分为两种玩法 就是一种玩法的话就是带这种民众鸟 好吧 可能说你硬件没有那么好 就是带的是这种小夜 那观战番的话开局速度快嘛 开局的话点对面的一个凝膜绳 打的也是很凶 可以看得到观战番速度快 伤害也不低 可能是有一把大克 其实鸟阵的大克还好啊 因为加成的伤害没有那么高啊 他不像虎阵的那种直线大克 鸟阵本身这个阵法就不加伤害 比赛的话第一回合 对面的话夜武清神配合一个人物 直接点倒对面的一个凝膜层 观战番的话这个 就观战番这个打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打法呢 他司陀领占鸟头位 他第一回合要限行你一个单位 然后的话人物再点你一个单位 那对面三宫的话第一回合只有一个单位能够出手 他为什么要这么打呢 他可以最大限度的 就是阻止对面 三宫出手 可以保存自己的夜武清神 下一回合的话夜武清神多的话 还能够再点人 观战番这个队伍的话就得不停的点人啊 就得宽点 看下下一回合的话观战番要怎么点啊 还有两个夜武清神 小死丸挂另外一个凝膜层 被限行的凝膜层 这边的话削第三刀 削对面的一个地府 破碎 顺法 扎夜武清神 对面的话凝膜层有顶要 还有一个 有顶两个药 那对面 指挥已经预测到 可能是要点凝膜层 OK顶两个药 还有一把活血 不过下一回合观战番还是这边速度要更快一些 可以再补刀 迎走鸟的话也有根 打出对面的163 观战番的话地府是一术 地府可以换 可以换顺法 地府化身都可以换 地府直接换 打的是有点凶啊 观战番死身去一射凝膜层 而且对面这种门派一旦倒地啊 观战番鸟阵的物理系都要比对面快啊 你看一下对面这个斯托宁 对面这个斯托宁出手之前 他得经过观战番三攻的同意 就是观战番三个物理系 都比对面快啊 对面想飞 观战番 有点困难啊 这边驼哥的话变身 就这边驼哥有飞机的话 对面斯托宁的话都不一定能够飞得出来 画碗的硬件也好啊 虎头位是被大克啊 这个伤害看见没有 就所以说 兄弟们你们懂观战番这种队伍的话 要为什么要一刻不停的来点人吗 真的你就打这种队伍 你一回合不点人的话 就可能要game over 看一下怎么点 我觉得可以点对面的化身了 打了凶的话 小死玩挂 连环机可以点化身了 因为观战番物理系 比对面化身都要快啊 宁终鸟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要不要点了 可以丢个射魂点化身了 观战番开了一把鬼眼 可能对对面这个凝终鸟的宝宝 拍过来还是伤害有点高 开了一把鬼眼 观战番的话直接来了一把分剑刀 这一回合压对面的一个血清 对面的一个宝宝 下一回合的话再点就行了 下一回合的话可以 两个尼泊城可以换顺法 斯托宁也可以换顺法嘛 你看一下这个化身啊 还没用技能呢 斯托宁这边还有一把飞机 化身都不一定能够扛得住 对面的话拉起尼泊城 斯托宁快啊 他这个尼泊城的话应该 比斯托宁快那还行 没有拉左边这个尼泊城 比赛的话第四回合 三害也高啊 托哥 滚在法的话反手给对面换换顺法了 小几三刀 看我们对面的一个地府啊 不让对面辞 尼泊城取一夜色 凌波城 对面的话地府速度慢 两把天生路斩 斩对面的一个化身 野武青城根 应该是死不了 斯托宁这边的话应该还有一把顺 没有顺到 不过没有关系啊 下回合关键番速度快啊 可以再补刀啊 就关键番这个队伍就这点恶心啊 对吧 他下回合他还能补刀 对吧 地府的话 还拳之息 直接抓一把 真的 哎 其实他这种三宫队伍啊 其实打得很稳 他地府还拳之息 抓一把 对 怕对面 化身什么163神右 关键番 他这个化身还接了一把笑 笑里残刀 他没有说打得特别拼 那我就拼 我一定就是一把抓一把顺法 因为他化身也可以换嘛 他就是没有拼什么 这个就是指挥的细节 就是我一把抓 没抓死 对吧 化身接一把笑 那你万一你化身一把痴汗 死起来的话 我也不舒服 所以说 真的是打得特别稳啊 就是如果说别的指挥的话 可能就是一把抓 对吧 化身的话一把换 对吧 宁博城的话再换 就万一对面 因为巴西163加神右武器 这个神右的概率确实高 就整个三把 我觉得都 很正常 所以说的话 打得也是特别稳啊 对面的 四重领的话 被 须弥给手术 那也没有办法了 对 关键番指挥跟我说 他们这个团队的话 13加8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那13加8的印象的话 可能 确实有点 我觉得 感觉虚报了 我觉得这输出门牌 最起码也得有个15段啊 比赛7回合啊 打得很漂亮啊 兄弟们